大家好,我叫郭家超,来自安徽府洋,现在在黑虎国际进行训练 然后有了解到啊,来自黑虎国际对吧? 对 也是国内非常非常知名的俱乐部 今年的话也是有选手在国际上呈现出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现 那代表这样的俱乐部来参加比赛的话,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呢? 我觉得我非常荣幸能加入到黑虎国际这个大家庭 然后为了这次比赛我也准备了很充分,准备了很长时间 然后希望这场比赛我能发挥的很好 然后我相信最终的比赛胜利是我的 好,也是非常的自信,对吧? 那能分享一下自己在综合格斗当中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吗? 我擅长的是战力打击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不擅长 因为我们在那边是什么都会去练 所以我没有什么不擅长 那在比赛的这个全过程当中啊 自己到目前为止觉得最困难的一个环节是什么? 最困难的可能就是最后的脱水环节了 其实也是减重的 对 日常的话是打就是57公斤量级的吗? 平时体重是打57 这次减重的话大概减多少? 这次减重减了11公斤 公斤 对 那现在体力恢复好了吗? 状态非常好 状态非常好是吗? 没有问题 有了解过自己的对手吗? 没有,因为我在网上搜不到他的视频 所以我不了解 不过没有关系 就是无所谓对手是谁? 对 无论他想跟我打什么 战力也好 摔跤 柔术 我都可以 那我们把话筒给到我们的助理 那我们助理的话也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贾晶博 也是来自黑虎博基 我是这次陪贾超过来比赛 好 那我们选手说自己就是非常的 就比较全面对吧? 对 对手无论是什么样风格的 就是选手的话 自己都不会觉得 就是有任何的问题 那在这场生活中的话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他 他比较 训练比较刻骨 然后 反正 大家训练都有一些不懂的问题什么的 他都会下课之后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探讨这些东西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夸一夸他 会选择用什么样的词? 低调有实力 低调有实力是吧? 对 好 那你觉得他就是最擅长的是什么方面? 他的打击风格挺有穿透力的 我觉得他打击特别 我觉得他这场不出意外的话会KO对手 已经开始预测结果了 这是我们的固定环节 那你有说到KO对吧? 那能再大大一点我们具体的回合吗? 第几回合不确定 但我觉得两回合之内应该能解决他 好 那我们助理的美好期待是两回合内KO 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? 我期待和他一样 这场比赛我不会想着去打满 速战速决对吧? 对 早大完早下班了 好 那我们那边准备了一些牌子 涉及到综合格斗的一些技能技术 就是随机抽取 随机抽取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招数 能稍微介绍一下吗? 断头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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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看到断头台这个招 我就想到了钻石 这个技术呢 其实我不太会经常使用它 我感觉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而且会很消耗自己的体力 除非就是能拿到很好的位置 我会去用一用 好 那这是我们的娱乐环节 比赛当中还是要自己擅长的去发挥 对吧? 对 好,那最后就是对着镜头的话 给自己说一下加油打气的话 嗯 我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了 辛苦了那么长时间了 准备和辛苦都是为了今天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会在笼子里呈现非常好 状态非常好的自己 好,那我们的助理也对我们的选手 还是说一些鼓励的话吧 我也说 对,你鼓励他 嗯,我希望加超可以发挥出百分之百的状态 然后争取两回合之内KO他 好,那也希望今天的比赛能够以所预期的方式顺利的展现 那就感谢接受今天的采访 好,谢谢 到这边结束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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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